接下来到了宣布淘汰的环节 直接宣布淘汰 要淘汰人 好害怕 因为我们肯定是铁走 肯定铁走啊 三次预备 但也不一定是按这个 从摸底考核开始 历经第一次汇报演出至今 三次阶段性考试 均为预备队员的有11位 接下来 他们将直接面临淘汰危机 现在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时刻 这些人很遗憾 在过去的三次考核中 都只拿到了预备队员的成绩 所以无法进入高阶班继续训练 即将从我们的武社毕业了 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不舍得和不忍心 但是还是要跟某些人说再见 哇 不会吧 这就开始淘汰 我不信了 天哪 我一直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危机 我有点突然就要那个 别哭 好 在说出接下来的话之前 我想先发起一个温暖的小倡议 我非常非常喜欢 大家在武社报道的时候 给自己手绘的小头像 大家记得吗 记得 记得 就是一进来 在那个圆圈上画自己 我画得可丑了 我好难看呢 我给自己画的 怎么办啊 画一个可爱的蝴蝶结巴 你帮我准备一下 你应该是长头发 这一期播出的时候 大家一起换回那个头像 作为自己的微博头像好吗 哦 这样子我们武社所有的人 也好像回到了我们最初的时候 我这边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的机会 你们之中可能有人可以有机会继续留在武社 还有机会 除了他们之外 其他现在暂时安全的队员们听好了 如果此刻 站在舞台上的人里面 有你们极力想要挽留的好友 或是伙伴 你是否愿意尝试 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 为他们编一段舞蹈 如果这支舞蹈 足够打动我 和主理人们 那么 你们就有机会把自己的好朋友 留在武社里 如果有意愿做这件事的队员 请站起来 我人缘很差的 台上有11位 没有没有 不要站超过11位 我在这里 最终一张 最终一张 是不是 很利暗 就是 尝尝 四 吧 小鸟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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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站起来了 为什么我们真的快站起来了 金能武器有限 往后就是看了一眼我的队伍那边 然后就看到 连不会编舞的 像Grace姐姐都站起来了 那一瞬间就真的就是 就是绷不住了 请大家依次 走到前面的麦克风前 说出你想要挽留的队员的名字 然后站在他们身后 我想挽留的人是李爱笑 请站在爱笑身后 谢谢你啊 我想挽留的人是陈芷翘 我想挽留的是李佳恩 大力老师 我想挽留的人是陈芷翘 我想挽留的是胡燃儿 我想挽留的是顾翼舟 我想挽留的是尤妙 我想挽留的是刘宜萱 我想挽留的是魏欣 úsica 我想挽留的是 por no 想挽留的人是陈�any 我想挽留的人是宋潇阳 我想挽留的是安谦 站满了 谁也别想跑 送挽着大家想哭了 你给kou Venezuela 好 Rang neve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走上来 然后站到我身后 我当时就是 不知道怎么表达这种感觉 就是有种那种 就是身后有站人 然后是毛老师的这种感觉 就特别感激 你看 那个女人 不会的 相信我 我是专业舞蹈员 其实我离开并没有想哭 但是他站到我身后 我是真的很想哭 因为真的时间非常的紧迫 那我想的是估计 都不会有人出来的那种情况吧 但是意外的 就是威尔姐站在了我后面 想要为我争取留下来的机会 就不会辜负她的 就是对我的这种支持吧 对 所有在身后 打算支持自己姐妹的 这些社员们 你们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创作 一个小时有点太久了 期待大家的舞蹈 音乐可以自选 舞蹈的时长60秒 在这支舞蹈里面 我们需要展现的是 你们之间的友谊故事 把你的情感让大家感觉到 你们有多么的希望 你的姐妹可以留下来 期待大家的舞蹈 也期待你们之间感人的故事 那就即使开始 加油 加油 烦死了 你不能当一个回正式 那我没办法 我分个队就是这样的 又要编舞烦死了 不争气的东西 什么叫不争气 烦死了 当时她站到我身后之后 然后说是要开始编舞 然后她就不见了 然后不见了 我给她发消息她也不回 她也一直告诉我 别担心 然后我的医生姐姐也一直告诉我 别担心别有压力 但其实我只是想说 我自己其实没有压力的 我就想说把她救回来就好了 说话 不 还好吗 我刚刚看您情绪很激动 怎么了 我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有身子状态 对 所以我害怕我的好人 怎么会不好 怕留不住她 欢迎你赢的呢 把他救回来的呢 不要这么沮丧嘛 但我今天身体跳不好 我会觉得 不是我身体最好的状态 我怕待会跳错啊 或者说 没有卡上音乐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他还挺胸 这个舞台 我编不出来的时候 很崩溃的时候 我给他发消息 我说佳恩对不起 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 还选你 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我又这样跟他说 然后他说别这么说 咱们把他们逼退 就是他还在逗我开心 你知道吗 还在逗我笑 我不管 就拼尽全力 跳出来 因为我们都一起在北京 然后就是 还约了说 就是舞社结束后 一起去看战 然后一起去 就有很多共同的兴趣 然后我也很欣赏他 所以你打算 但我觉得你现在 因为你们真情实感 这东西特别动人 那你现在如何把这些东西 放在你的舞蹈里面 对 我很害怕 就最后感动自己 然后没有感动到大家 那你目前排的是开开心心的 我可以看一点点吗 好 那我试一下 我真的提一点点小建议 就是你现在那个一一不舍之情 你靠的是这原曲的歌词 然后我觉得刚刚跟你聊的时候 事实上你对这个人是这么丰富的情感 可是你都没有机会表现 所以我在想这些东西怎么串联在一起 可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交集 你这个真情真意 它非常的动人 你如果在台上能够表现出这些来 就会非常动人 就明白 我就跟艾翘很早就认识了 她是看着我考进triple的 我可能也讲不明白 所以不如我们就去做一些我们很日常的东西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妹妹 就是有一个我是非常帅的我 然后她每次我一转头 她就很自信那种看我 就是她的眼神就非常的充满着 就是我就是要就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就觉得她不应该离开这个舞台 安琪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 很可爱的女孩 就是可能她跟我的性格有一点相反 就是她其实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我就会经常地跟她就是主动地去交流 沟通这样的 对让她就是要开心 应该是算第一次吧 用跳舞送给一个人过 对 然后也不知道哪来的冲动 就这样上去说 然后我要挖着卫星 然后我要给你 我觉得也很珍惜这样的单纯 因为不知道以后愈得到还愈不到 我一直都是比较可能快乐开心的形象 然后这次我准备走一下心 太期待了 太期待了 真的吗 我现在很紧张 有任何我可以帮到忙的地方吗 任何呀 就是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唱首歌 哈哈哈哈 我怕留不住我有点想 突然突然这个任务好重 那现在你的idea 呃就是我我其实希望我的这个这个东西保密一下 OK 对 弄得我特别期待 OK 谢谢主题人 整装待发 关键是我手里掌握的别人的命运 就是得把它拉回来 我就是想要把这个机会抓住 就是哪怕站不稳也好 哪怕动作记不住 但是我要努力地去完成它 有勇气站出来这十一位 武士里面算高手的 对那有些人不见得善于表达情感 可这一题偏偏遇到这样的题目 那又要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把这样的情绪传达出来 对他们来讲也是个考验 感谢主任